OK 嗨 大家好 我是言爵 剛從香港回來 去了三天 胖了三公斤 但這不是重點 我在錄這段影片呢 因為2013年 新宅男女神的票選活動已經開始了 身為演藝圈宅男代表的我 當然要表示一下我的關心 目前戰況非常激烈 郭雪福處於一個全勝狀態 但這不見得是一件好的事情 結巴 因為呢 我想說的是 套用一句激怒李維演的電影 魔鬼代言人的台詞 你能不能勝出 不可能 什麼都贏 那如果今年贏了 連莊了 那明年呢 那後年呢 總會有一年是不贏的 所以 其實 她已經贏了 去年已經冠軍了 FHM也拿到第一性感美女 然後我發現她也是唯一一個沒有在吹票的女神 所以 我覺得這是明智的選擇 對 那沒辦法 人氣太高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支持郭雪福的話 跟我一樣 不要投給郭雪福 投給陳婷妮 因為她跟我一樣是金鳥座 OK